何錦麗得到的支持是不單止贏不了特朗普 其實是比起拜登沒有一個明顯的獎勁 所以跟他自己作為一個亞裔非裔的混血兒 跟他自己作為一個女性這一點是不相符的 為什麼不相符呢?有很多原因 如果從特朗普身上找到優點而不是民主黨身上斬缺點的話 事實上特朗普在用的四年不單止股市大象 最重要的是在經濟有所增長的同時 其實通脹是受控的 在看影片之前大家記得分享讚好和訂閱卓劍明家 最重要是按這個小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特朗普他現在重新入主白宮了 他有沒有足夠的行政資源可以和體制內的公檢法 特別是嚴重地傾向民主黨的公檢法 他們做一個全面的鬥爭 然後是可以查證到究竟四年前那場選舉發生了什麼事呢? 這個就是小鈴鐺最感興趣 至於主持人問我真心那句 真心那句 與他們說這次特朗普贏了 不如我就說 其實四年前對於我來說 他也是贏的 這個才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為什麼要拖了四年才重新出現這個結果呢? 如果不算四年前那次這麼怪異的選舉結果 跟我們所理解的所有我們所能夠認識的所掌握的 這個美國人他們的判斷 他們的判斷力 美國人他們的利益之所在 美國人他們的關心思維 還有實質上在每一個宏觀、微觀、中觀的很多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上面的選擇上面 你會發現呢? 無論拜登、無論何錦麗 怎樣去口誅不佛或者是造成這個特朗普也好 特朗普所有的政策 在經濟的領域、在貿易的領域 拜登和何錦麗不單是在方向上 或者策略上 是延續下來的 更離譜的是 他們的力度都不改 就是說他們大概 特朗普 他是對什麼中 哪一個種類 細類的 不是大行 哪一個種類細類的中國的貨品徵收關稅 然後關稅去到哪一個水平 在過去的四年 拜登和我今天幾乎是不動的 所以如果第一 如果特朗普真的這樣被人唾棄 包括民主黨的支持者 唾棄的話 那場選舉的結果如果是真的 為什麼會這麼奇怪呢? 為什麼拜登會延續特朗普的政策 這個是此其一 第二就是 假如不是那場選舉這麼怪異的一個標數 或者的話 特朗普所說的所有事情 其實一是已經完成了一部分 包括對華正關稅 這個不單是中美 其實美國和其他貿易對手 作一個鬥爭的時候 特朗普可以說是持作用者 很少一個不經談判的一個動作 其次的就是 基本上都是在路上的 包括美國的衣保 很多社福 比如在稅務上的調整等等 在我眼中 其實反而就是 譬如美麥邊境等等的問題 具體的操作 究竟是建了多少場 有多厚 各方面 我明白這些環境非常有趣 柴魚飯頭非常好 因為它是巨漲的一度 巨漲 但是比起我剛才所說的 譬如在某些線上的舉措 在稅務上的調整 凡之種種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實質的結果就是 特朗普在用的四年 第一 我們先不要說股市是否大漲 因為很多人就會用股市大漲 去將特朗普的經濟政策 和特定的社會階層 或者收入水平的家庭 他們的利益相關 但事實上我們想問 特朗普的年代股市大漲 難道拜登的年代股市不是大漲 一樣是大漲 唯一的區別是怎樣 特朗普的年代股市大漲之餘 直白一點說 就是中產以上的家庭 吃到肉之餘 其實中下的家庭是喝到湯的 這個也是覺得 這四年 我是被美國的自由派 或者中間編組的勢力 其實他們所欺騙的就是 美國 我現在還沒看到具體的數字 但是我相信 無論是女性 特別是有家庭的女性 第二的就是 美國的有識人中 特別是客人 就是美國的最底層 甚至是拉丁裔 因為新移民的拉丁裔 他們的收入水平 其實比非洲裔是更加低的 我相信所有 我剛才提到的三大族群 或者我們認為 不是特朗普 所謂鐵粉的 不是連長白人 男性的 這三大族群 我相信最終開出來的票數字 何錦麗得到的支持是 不單止贏不了特朗普 其實比起拜登 其實沒有一個明顯的獎勁 所以跟他自己作為一個 亞裔非裔的混血兒 跟他自己作為一個女性 這一點是不相符的 那為什麼是不相符呢? 有很多原因 如果從特朗普身上找到優點 而不僅是民主黨生長的缺點的話 事實上 特朗普在用那四年 不單止股市大漲 最重要的是 在經濟有所增長的同時 其實通脹是受控的 從四年下來 平均的通脹 以一個成熟的經濟看 其實都不算低了 叫做中度的通脹 但還是控制在3%以下 大概5點左右 一個中度的通脹 但是拜登和何錦麗的年代 是離譜到 事故的通脹 不止一年是雙位數字 你想想 雙位數字那個雙 雙心、雙身、雙透那個雙 對於中下階層來說 而且美國和歐羅和西歐不同 它沒有一個完善的社會安全王 基本上 中下階層 尤其是有識人 其實他們是手停口停 甚至有人要負擔貧重的債務 所以通脹慢於苦 絕對不是開玩笑的 對於他們來說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即是說特朗普 其實他四年前做的事情 其實他任何已經完成了大半 接下來怎樣接觸呢 我反而會相信 在原有的那個施政基礎 或者風格之上 特朗普也都不排除一些政策創新 那值得我們 就算不要說期待 未必是否有香港人、中國人的利益 也值得我們去好奇 看看未來四年特朗普的政策創新究竟會如何 首先 特朗普上台 對中國來說 有難有無難 我認為回旋空間其實是大的 第一個 其實不是今天為止 美國的對華政策 都是全球戰略 以及他們對世界形勢閱讀的兩大版本 其中一環 一個版本當然就是 哈林頓他所開啟的一個全球國章 或者是歷史的終結的那個思維 另外一個就是 由小布殊開始的 一個叫做所謂的單邊主義 美國優先 又或者是所謂的戰略收索 除了戰略收索 他們不宣之於口之外 其實基本上 這個由小布殊去到特朗普 無論從對外政策的術語 還是整個思維來說 其實是沒有一個根本的區別的 基本上都是延續著所謂的單邊主義 就是他們叫做美國優先 那麼這個戰略收索 對北京來說是立還是不立呢 戰略收索就是會 正如無論是對一些準盟友 譬如台灣來說也好 或者是真正簽有安保條約的 那麼西江的國家 或者我們更加關注的是 東亞的國家和一些地區 包括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 還有西亞、新加坡這些 那麼就會要求他們的盟友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 乃至是東印度洋的盟友 就會購買更多美國的軍備 提升他們的軍費 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去對自身的安全 所謂承擔更大的責任 那麼美軍呢 第一可以減少更多的軍費 以及集中他們的資源 甚至沒有部分的軍事力量 就算不是調派到其他的地區 譬如中東、西歐也好 都可能向美國的國內去收縮 向美國國內去收縮 那麼這種戰略的轉移 或者戰略的收縮 對中國來說最大的挑戰 就這樣可能會加強了這些印太國家 他們在軍費上的開銷 以及跟北京之間的一個不信任 或者起碼在安全議題上面的不透明 會不會進一步強化了他們跟美軍 或者跟美國的軍工複合體 他們之間的政治經濟聯繫呢? 那麼這個當然就是後話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帶來的挑戰 但是比較大的一個好處就是由於這個共和黨 特別是查黨一系的人 就是極端的保守派好像特朗普那樣 他就不像民主黨 是有一套所謂的比較完整的宏觀的 所謂的整傳的一個世界觀 那就以意識形態為根基 以及從納太也好,納太再平衡也好 他是一套宏觀的環頭戰略來的 只不過他是針對印太那樣的 那麼這套宏觀的戰略呢? 他就以意識形態為根基 裡面包含了政治、經濟、外交、國防、安全 當然都包括貿易與投資關係等等 其實這個就是一秋果的 他沒有那麼多空間跟你去討論環境 而且由於中國和美國在意識形態的分歧 某程度上其實比起俄羅斯和美國 是拉得更加遠的 因為有一段時間蘇聯解體之後 到普京上台之初 其實有十多年時間 俄羅斯的社會政治體制 是比較向西方靠攏的 很特殊的 他的經濟體制和美國不一樣 但是政治社會體制 其實是有西方化的傾向 中國就反過來 我們覺得市場經濟發展得不錯 但是政治體制 特別是近年我們很強調自身的特色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就會出現一個局面 就是說如果民主黨 何錦麗上台的 就非常不幸 因為他們 美國和中國在意識形態上面 是南沿北撤 而這個民主黨 他們的世界觀 是以這個 以色形態為根基的一個宏觀 一整套整傳的方略 所以你沒有什麼 可以和他討價 但是特朗普就不同 他就可以逐一刀 逐一刀跟你談 那這些交易者 去談交易者 有一個好處就是 大家是一個交易者 我是一個交易者 或者我和一群交易者去談 他就不理會你 背後的那個算計 或者大家有什麼區別 因為本身我和你 就是一種利益 或者競合的關係 我不需要 亦都不假設我和你 有共同的價值觀 或者戰略的目標 我和你的焦點 我的焦點不在於你身上 你的焦點也不在於我的身上 我和你的焦點 就在於那個交易本身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只要中國大陸 他的市場足夠開放 令到特朗普的金主 或者和共和黨有緊密聯繫的 一些正經的團體 是可以立足於中國的市場 在很短期之內 短度可能不是用年 用月的 立足於中國的市場 並且可以擴大你的市場份 我相信在很多的環節上 他不太可能放鬆 原先對中國的三支戰 第一個就是對於有型 科物上的徵收關稅 第二就是對於高科技產品的制裁令 第三就是對於高端人才 特別牽涉到科學工程學的人 一個人員的民間 往來 是否涉及敏感科技 這三支戰 是不會收回的 但只要你放開你的市場 大大步讓他進來 大家的所謂共同利益 變得更加豐厚的話 他有可能 不會將彼此的鬥爭升級 什麼是升級呢? 最遲最遲有 19年初 小弟的文章和評論 分析到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美國對華的貿易戰會上升為科技戰 科技戰上升為金融戰 最終就是發動貨幣戰 所謂沒有燒煙的戰爭 小弟全部都有具體的定義 金融戰的定義就是廢棄了香港 作為中國唯一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幫助中國的企業去做無知 特別是IPO 招募美金的功能 究竟在短短兩三年之間 香港這個功能 一定程度上 就算不是喪失了 是凍結了 這個小弟不去展開了 大家自己都有一個評判 但客觀上 金融戰之後 即是局限了 或者大幅度毀美了 你的IPO的能力之後 其實就是衝擊你的聯繫會 小弟所定義的中美貨幣戰 就是衝擊聯繫會 這個是我的主觀願望 希望透過中國市場的大幅開放 剛才我們沒有詳細展開的 有很多戰略的企業 我們很希望歐美會打開的 一些對中國的企業 開展的一些產業 包括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為主的 通訊業 第二就是能源 當然對於我們來說 能源主要就是風能和光復 對於歐美來說 傳統的能源 好像石油 或者天然氣 第三個就是 以保險公司 以及銀行為本的金融業 第四就是航空業 因為近來 因為國會戰爭 有很多原因 就是西方的航空業 他們除了賣飛機給中國之外 他們在中國賺不到什麼錢 甚至停了很多曾經黃金的航空業 這四大戰略的產業 我知道北京有它自己的國安的考慮 但是也是那句 你有國安考慮你不開放的時候 別人同樣是現在用國安的理由 就不對你開放 那究竟我們進一步開放 對自己的好處大 還是對別人的好處大 我認為長遠來說 對自己的好處大 原因就是現在賺外匯 賺美金和歐羅的是我們 美金和歐羅是不同的人民幣 美金和歐羅都是硬通貨 或者半硬的通貨 它是可以作為一個戰略的儲備 或者是國際投資的工具 我們可以在全世界買我們需要的資源 甚至是作一個戰略的投資 包括向阿菲拉國家投資 你投人民幣是不行的 你也是要投歐羅和美元 所以大幅去擴大 或者起碼穩定我們給資料的貿易 別人賺人民幣 我們賺美金和歐羅 其實是好處的 那些都是我們 另一個角度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大幅開放 我們被人佔了市場下 可能兩成三成 甚至四成 會不會影響國安呢? 我們會認為我們可以很辯證地去看這個問題 但我們和歐美特別美國 英國的利益 包括金融和其他領域的利益 是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的時候 他們才有可能會投鼠忌器 甚至是因為共同利益變得豐厚 美國會有更多的持分者 不是為了香港更加 不是為了中國的前景 而是為了他們自己發展的前景 而是他們自己的國內 作為一個政治的發酵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我們更加放藏雙眼 或者對自己有所謂真正的四個自信的時候 我們看看為什麽 今時今日中國的製造業 特別的重工業是這麽強的 是因為我們封閉 還是我們開放 很明顯是我們開放的 從70年到80年到初 我們從香港台灣 亞洲瑞士龍 日本 甚至英美引入的 就是工業 特別是重工業的一個管理 開發營運的資金 技術和人才 到今時今日 我們變得更強 還是人家變得更強呢 用同樣的道理 如果製造業 我們因為開放而變得更強 那麼高端的服務業 包括剛才說的金融 航空 通訊等等 我們會不會因為開放而變得更強呢 小弟有百分之一萬的信心 我們中國人中國的企業 和專業的人才 會因為這個市場進一步的開放 雖然他們可能佔到百分之一 二十、三十 甚至四十 但是他們不可能攻佔整個中國的市場 而且在外來競爭者的存在之下 特別是美資 強而有力的金融機構的存在之下 中國的銀行 無論是央企、民企還是國企 都只會越強越強 變得越好 所以我主觀願望 我主觀願望 很希望北京可以把握到 這個美國轉人 亦都轉世的機會 有可能是最後一個戰鬥槍口 特朗普這個任期 有可能是 如果他做得完的話 不會再被人槍擊的話 有可能是最後的四年 北京是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和特朗普透過土格環格 一定是一個很艱辛 和非常之不容易去做決斷的 但是為了外國為民 和長遠的利益 只要我們能夠放開 只要我們是真正有四個自信的話 那是可以透過把握著 這個轉人轉世的機會 第一 令到中美的貨幣戰 能夠然後最少四至五年 第二 透過彼此的重合利益 變得豐厚 重新去發展在美國 直接間接為中國政策 而發聲的一些利益團體 第三 當然更重要的是 透過引入俄羅的競爭者 令到我們現時 暫時都上來十分開放的市場 裡面的持分者 變得更強 只有透過競爭 我們才會有中度 這就是小弟對於北京 期望他們怎樣把握這次很難得的契機 在所謂俠路相逢勇者性 有時勇就不一定是致對方於死 找到共同利益和共同生存的空間 這才考驗我們的外交意位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 只能看到我們從來看 我們看到你